食欲死后的灾祸,因此,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,真我假我血条融合,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,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。 其次,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,又称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慈悲之门。 个门非常的重要,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,自然由大门离去。 如果自门无法开启,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,就可能会摔断腿。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,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。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,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,被迫令寻旁门。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。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。 因此,我们可以发现到,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,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。 与挣扎之相,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,也就是通天大度。 因此,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,求得三宝。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,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。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,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,使人生更有意义,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。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。 百年之后,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。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。 先天大道之宝贵,即是天经万点不如一点。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。 天堂大路一步之超级的永生之道。 此点宝贵,超佛乐祖超经乐点超越天地。 得到这一点宝贵。 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。 不约超生了四集的永生。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。 此能即是人人原来不有的。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。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?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十个机缘。 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。 智慧之门。 通天之正门。 这是第一步。 这宝贵的道,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义。 离苦的乐人生灾事。 遭受种种之苦恼。 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。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。 召回我们本有智真智骗智美之族圆满。 永恒不休的真我。 在日常言情之中发挥真我。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。 至于智骗,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。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。 心为一身之主。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。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。 则不相随心转。 还可以改变命运。 其极比凶,朝向光明。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。 逍遥自在。 耳朵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。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售。 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。 如中国、印度等。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。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。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。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。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。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。 无数小战。 伤亡无数。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。 造成大气臭壤层之破坏。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。 人心之变。 战造了天灾人或连连。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鞋。 因此,上帝宏恩慈悲。 特将大道谱传于使,以万就良善。 求道以后。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。 以良心待人处事。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。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。 必能灾地结。 逢凶化疾。 此事验证甚多。 不生美举。 三超生了四人生, 又如一段苦乐乡的旅程。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。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。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, 终究成空, 微速渺茫。 更不禁令人稀疏畅广。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。 乃以超生了四。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。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。 不待先修后的。 因此, 不仁为求超生了四。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。 仍难以访的名师达成心愿。 如今大道谱传, 先走后修, 再求道过程中。 天命名师一指,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。 天赋予超生了四的保障。 我们得到以后, 认识了真我, 以真我为主宰。 愿离邪心放念。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。 无论待人处事皆何于良知。 百年之后, 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。 永享平安喜乐。 四。 成圣城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贤的正因道种。 只要到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, 它必然萌芽开花。 结果,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见道的精神,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。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,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。 尽其一生, 精净不屑,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。 归天之后,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。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, 明师一扁玄关开, 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飞在我身外, 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质贵至宝也。 先天大道, 天命宝贵,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意。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。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。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。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。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。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。 一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。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。 四四级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其妙即意。 此者是无师智。 此智是妙智妙智。 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有的。 由先天带来的。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。 万物万类未生。 以前我的初心。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。 先天大道之妙。 四妙之贵。 妙不容颜。 不学而知。 不学而能。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。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。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。 不用思想。 不用念喉。 不用言听事动。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。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。 此可分妙也一不开其妙用妙能。 不曰万灵真主宰也。 摄着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和汉心都乱续。 日月无光。 亦不能轮转。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。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。 摄着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摄着大底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陪。 则片像丛生。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。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。 摄着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寸步难行。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。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。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。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妙智即矣。 摄着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的支持而实行。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。 觉言妙不容言。 不是死后成佛。 当体即佛矣。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。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。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。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。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。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。 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。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。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复传于是。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。 另一方面。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组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。 才能够顺利求道。 此外,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。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。 亦得到以后。 愿以明疾病施剑刀的精神。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。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。 二得到以后。 愿以能力所提。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。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。 三得到以后。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。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。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。 若有我们切录给其他人。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。 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。 这良心愿,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。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。 真诚实见良心愿。 真诚实见良心愿。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。 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。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。 结果,才不致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。 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能顺利求道。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。 是顾上天开恩。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,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。 超生得救。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。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, 这是最好的机会。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。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, 都可以求道。 欲求得天天大道,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。 世间的穷通受幽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。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。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成家其的幸运。 我本人心亦善良。 我有先天根基深厚。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, 刺激天元。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, 做善事, 此即祖善有德。 我牧人遇到荧宝师赌博得道, 赐佛缘以至。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。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, 今生与天道将士, 亦同得道修道。 此乃佛缘以至。 六求道。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 现今正知上天恩开。 先天大道普传, 正就良善之时。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,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。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,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。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。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。 也正因为如此。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,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, 传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。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?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,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。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,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, 道就已经存在了。 因此,任何教门,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见良心,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。 事实上,不止宗教,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,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。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,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,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。 反而,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,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。 二,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,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。 因此,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。 所以,求道后的规界,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,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,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预法之钻研上下功夫。 三,不照良心愿行。 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, 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,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,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,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。 因此求道后,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, 皆是自动自发的。 师父,求道后,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,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,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。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,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, 而自然改过向善。 四, 圣凡兼修真我之实践,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。 因此, 现今大道库传, 并不要我们家涉业, 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,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, 圣凡兼修。 在日常生活中,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,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, 就是真我之实践。 物由提升自己, 而天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, 心灵更和谐。 而更重要的是,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, 且自身之提升,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,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。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, 匡正人心, 力挽黄澜。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谱传之宗旨, 即迷勒佛的原词。 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, 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佛。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?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,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。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, 我们就会体认道,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。 许多前前得道之后, 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, 真修真情皆能参悟道。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,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, 甚至一槽一幕,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。 批认至此,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。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,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道感受得道的定证, 以验定初步的信心。 依任何人, 只要有求道, 经过身诞天命之明诗点开玄观正门, 传授三宝者。 无论其功德高身为末, 死后皆是身软如绵, 面色如生, 灵性由正门归天东不挺诗, 下不复臭。 善有多致数日不变, 亦相满事者。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, 但却无法否认个事实的存在。 这种现象, 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,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。 而, 求道之人除性道不笃于反道败德者, 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。 肉身既显似锐香, 足可正其灵性已登善尽, 当无疑问。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, 其实是很脆弱的。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,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。 甚多以求道者, 在遇到人理不可患就知危急情况下, 成心使用三宝, 皆能大事化小, 小事化无。 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, 无法在此依一例举。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,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,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,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。 此后, 就随着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, 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。 如人饮水, 冷暖自知。 希望各位具有善真, 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,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, 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定。 。 Introduction to D.A.O.I. What is D.A.O.I.